今天做了一些云吞 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小馄饨 多做了一点放在冰箱 早上起来煮着吃 蒸着吃都很香的 今天做的是紫菜猪肉馅的 紫菜我用了两个 稍微的烘一下 就是最小火给它煎一煎 煎到这种绿色的就很酥了 这样就不用扎水泡 味道也会更香 这个放锅里面就很快的 煎好了就给它盛出来 稍微的给它捏一下 捏碎一点 然后来调馅 猪肉最好是用新鲜一点的 这里是一斤的料 改刀切小一点 然后加点生姜 打着人肉里面 做云吞的话 这个馅就是要细一点 可以多打个两遍 接着来调味 就盐 糖 鸡精 生抽 胡椒粉这些 再来点葱花和淀粉水 淀粉水里面我还加了一勺木薯粉 口感就会更抠弹一点 搅拌搅拌 把这个肉馅搅上劲儿 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把盆子倒过来 肉馅不会流动就非常好了 最后把紫菜加进来 抓拌均匀 紫菜馅的我其实还是第一次做 不过闻着挺香的 馅就调好了 很简单的 云吞皮的话 我用的就是这种的 它里面是加了鸡蛋 口感就很劲道 也不容易破 接着就是包了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包起来 捏紧 只要不闪开就行的 肉馅不用特别多 一勺勺就够了 不然不好煮熟啊 这个包好了 可以放冰箱冷冻保存的 吃的时候拿出来煮或者蒸都可以 今天我是蒸的和煮的都做了一点啊 煮的话就调点汤底 碗里加点这种虾皮紫菜之类的 再来点葱花和猪油 舀两勺锅里的热汤 云吞煮熟了 咬进来就行 这种口感就是比较鲜比较嫩 喜欢吃辣椒的也可以加点辣椒油啊 或者你直接就这样给它拌一下 也很好吃的 蒸的时候就可以在表面喷点水 这样蒸出来皮就会很软 口感也会比较好一点 时间的话就是在10分钟左右 熟了就取出来 一个个很劲道的也不粘 刷点酱 撒点葱花 吃起来和煮的不太一样啊 看个人喜欢 早餐我还打了一点红薯燕麦豆浆 就是加了一点红薯小米和燕麦 红薯是甜的 我就没有放冰糖 豆浆模式30分钟 出来就很细腻了 微微带了一丝甜度啊 今天的早餐就搞定了